第一道题请问今天早上 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运动 运动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 三个词 有趣 幼稚 文静 好 下一题请问 盛世美元跟八块附近 你更喜欢想要哪一个 盛世美元 盛世美颜 所以八块附近现在是 盛世美颜比较能赚钱 好实在 下一题请列举三个自己身上最大的特点 处女座对不对 处女座最大的特点 你觉得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 还有呢 完美 完美主义 完美不是完美主义 完美啊 是你自己完美是吗 对 处女座的完美 好 下一题 还有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有趣 好 下一题请问 吐槽一下自己的经纪人 有在现场吗 呃 哎 你们团队都很开心 那天都 刻薄 刻薄 那你再想想 还有两个词 呃 凶狠 凶狠 他现在踢着刀过来了 没有 同情是 哈哈哈哈 好 下一道题 他们团队其实还蛮 蛮和谐的状态 好 下一道题请问 谁是朋友圈最活跃的艺人 诶 谁是朋友圈最活跃的艺人 全最活跃的艺人 全最活跃的艺人 送卓 送卓 他一般都怎么活跃 不知道 他常放他们家猫的照片 哦 对他养了几只猫和狗 下一题请问 女生做什么事情 会让你觉得好感度增加 体贴 体贴 就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可能会给你 让人加分 OK啦 是吗 嗯 这样我一直在放水 让他们 下一道题请问 你觉得激情系 你可以拖到什么程度 只要过得了关的程度 只要过得了关 所以就是好像 标准也蛮 蛮不高的 标准不是我们定的 就导演觉得OK就可以 下一题请问 有没有不想当艺人的时候 休假的时候 休假之后 希望自己不是艺人 哦 就是还蛮正常的想法 下一题请问 黑社会老大 伟娘 还有精神病患者 这三种角色 你最想尝试哪一个 黑社会老大 伟娘和精神病患者 都比较有挑战的 极端你会想 伟娘 伟娘 好 最后一道题 请用伟娘的口气 来跟大家推荐桌妖季2 这部喜来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啊 来 我们的镜头 伟娘的口气是怎么样 哈哈 2月16号 大年初一 桌妖季2 就要在所有的影院上映了 也希望大家 能够进影院来支持我们的桌妖季2 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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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过关吧 我听说好像杨佑宁最喜欢的男艺人就是梁朝伟是吗 大家都喜欢吧 所以你也会特别喜欢吗 嗯 是啊 我觉得我们好像从小时候就是看梁先生的戏长大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猪妖季2里头你给他有对手戏的机会吗 不多 不多 我们有碰过一次 因为其实第一部桌妖季的时候刷新了很多的记录 嗯 所以我想你应该会常被问到说对这个第二部有什么样票房的预期 嗯 但我还比较好奇你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拍完这个戏之后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信心超越第一部 嗯 我觉得信心是有的 嗯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阵容很坚强 大家桌妖季1都看过了 我觉得那个特效是真的就不用再说了 嗯 我觉得真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全新的升级 嗯 是 所以包括刚才你说合作的这些演员 景宝应该算是很熟的了 嗯 两次 第一次是在真人秀 没有第一次是 其实这个才是第一次 哦这个才是 对对对 桌妖季是先 先合作了 所以我们俩才去了真人秀 OK 所以一次是大电影一次是真人秀 你觉得两次跟他合作碰面 对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 因为第一次真的还不熟 还不熟 就我们在合作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还不熟 嗯 那才刚认识 我们就差不多要到杀青了 哦 是 所以我们真正 你是万热的人吗 不是 所以真正变好 真正变好就是到了真人秀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真的相处在一起 睡在一起玩在一起 对 所以一下就变熟了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 让你慢慢磨合变得更熟 是 嗯 在刚才讲说 花哨那个团队 你们现在会偶尔就是碰碰面啊 聚个会什么的吗 那帮人 啊 如果我们有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嗯 像我们上一次聚会的时候是上海电影节 哦 刚才他还在讲说 碰到了谁 碰到 对我之前也是在上海碰到祖儿嘛 祖儿 对 然后我们只要是有在同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彼此微信一下 然后大家就会约出来 啊 因为上次我听祖儿讲 他说他们建了一个群 名字取得特别正经 你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你们那个花哨的 我们好像就叫花 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之番外篇 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谁是这个群里头最活跃的人 你觉得 好像是大家都不太说话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最活跃的感觉是 那扎跟姜姜 姜姜 姜姜啊 他们一般都干嘛在里面 互怼啊 就互怼 然后你们就会分帮派帮忙 还是就看他们 没有没有 我就会笑啊 就是会笑 因为他们常常会比如说 去到了机场 或者是去到哪边 就是会看到谁的广告 就会拍那些广告 哦真的 对对对 他们就很八卦吗 是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八卦倒不会 但是大家就是蛮 蛮好玩的 祖儿他说他还会做个剧组人吃 他会啊 他自己讲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骗面 他少来啊 方便面吧 今天是当面插一穿的不太好吧 对 好了反正我觉得 其实这样的就生活当中 有一个这种爱好 其实也蛮好的 除了会爱做饭爱吃 你挺挺喜欢健身啊 冲浪什么的 嗯啊说你健身 好像跟艾迪也有一些关系吗 也不是因为他 他是教练等级的嘛 哦真的啊 对啊所以他 我们之前一起在拍韩正二的时候 他就给我很多建议啊 他就会教我很多一些方法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回到台湾 大家就工作之外的时候 有机会也会约着去 对工作之外是绝不进健身房 哦是吗 就才是为了角色 你可能才会去 是是是是 你怎么那么现实啊 哈哈哈 没办法 这个行业就是现实 韩正二里头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跟嘉辉哥 嗯 对戏那段很多人都哭了 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 诶杨又宁演技很好 可是好像又缺作品 你怎么看大家的这种说法 嗯 不会啊 这不是有韩正二人家哭了吗 哈哈哈 是不是作品 哈哈哈 现在的作品还是在一个等待啊 就是说把握好每一个当下的作品 然后呃 做好每一个角色 嗯 还是挑好角色跟剧本 是是是 嗯 杨阳你因为花哨一下子又红了一把 嗯 你怎么看大家这种说法呢 呃 因为我觉得花哨是一个蛮适合我的 嗯 一个综艺 综艺 对然后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应该是玩得很开心 嗯 然后真的是真的是做我自己 是 对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节目 应该说让更多的人 真的了解我 或者是认识我 是一个私底下 真正的性格 你是第一次去参加这种类型的真人秀吗 对 哦 马上18年 有一些什么工作计划 我现在 我现在正在苏州拍一个电视剧 正在拍摄 对叫都挺好 都挺好 是一个什么年代系吗 不是它是现代系 现代系 对然后跟姚晨 嗯 我觉得接下来的新的这一年 就是 也会希望多尝试吧 嗯 多尝试不一样的剧本啊 不一样的角色吧 你会有特别想要合作的演员吗 现在可能还没有合作过的 很想合作 嗯 江文老师 江文老师 没有机会合作 还没见过是吧 对对对 有机会其实也可以 啊就是也跟这些前辈有更多的切磋 所以我们期待杨又宁在18年影视元年的大爆发 看到你更多好作品好不好 好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山新座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